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兴有日前会见了前来德阳进行工作访问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水务专家团一行 陈兴有表示 开展城市安全供水应对方案研究对德阳加强水资源保护 合理利用水资源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将为深化德阳与阿姆斯特丹的交流合作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 会见中 陈兴有还向阿姆斯特丹市发出邀请参加2014年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就进一步促进国际间的水务综合利用进行交流 据了解 近年来针对正后水资源状况的研究一直在持续开展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荷兰水资源学院在汉旺论坛上提出对德阳城市安全供水应对方案进行综合研究 这一提议在2013年得到荷兰政府的支持